哎呀 韶尔啊 孟家呀 那就是个火坑 你可一定要离孟星河远一点 哎 对了 韶尔 我刚刚听你说孟世子不是卑鄙小人 怎么 你对孟星河印象还挺好 韶尔 你可千万不要被那病秧子给迷惑了 他没你想的那么好 咱们京城好男人多了去了 他孟星河根本排不上号 老大 你跟老三明儿一起出去打听打听 给我搜集孟星河的十大罪状一百条缺点 我要给你妹妹看 江韩松翻着白眼望天 想立刻分家产出去自理门户 他上哪儿去找孟星河的一百条缺点啊 好下边乱造吗 哎 原来朝廷里的这些大人们恨起一个人来 这刻薄言辞也跟我们乡下人没什么区别吗 知道了 知道了 我都听爹的 十二字乖了 什么都听爹的 你叫姝儿是吧 刚刚有没有为江伯伯吓到呀 乖 别怕啊 江伯伯呀 其实平时不凶的 这是因为啊 有坏人想欺负你姐姐 他生气 才这么没控制住脾气 你别怕他啊 喂 咱们家呀 都是好人 沈云叔哪里有怕呀 他刚刚一直惊奇地盯着江伯伯 一直在咧着嘴偷偷地笑呢 他觉得这个江伯伯挺好玩的 跟北山沟的村里人一样好玩 嗯 伯母 我不怕 我最喜欢我姐姐了 你们是我姐姐的亲人 我也喜欢你们 你瞧 你爹娘把你姐姐当亲生女儿养大 那你以后也同样是伯伯和伯母的亲生儿子 这里啊 就是你的家 隔壁孟家 世子院里 孟星河早就听到了隔壁那隐隐约约的叫骂声 没想到 不仅听到了江老头骂他爹 还殃及了他这无辜的驰鱼 一销 每个小心弱 我们intain 然后 remove 那肯